像做梦一样 从公布入围的那一天 就觉得其实颁奖典礼的这一天很远 然后也希望他一直不要来 因为可以一直期待 事实上在我小的时候 看到的电影 大部分都是香港电影 我很少看到国外的电影 因为我的家乡是个很小的城市 我们那边放电影 就都只是放当时的黄飞鸿啊 然后周星驰啊 所以他们深深地影响了我 现在我的创作路径 其实有很大部分是香港电影的养分 我也会不停地在自己的电影当中 埋下小的时候影响过我的那些影像 包括像见面一下 像风人机乐队里都有出现 她们多忘了 而她们知道 他每个人都在 Vikings 看自己走的 我都想听到 我可以做到 为什么要让我们来